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据和控制的程序 我们对于这个成本进行控制的话 需要依据哪些资料 哪些文件呢 这个说的是依据 并且在控制的时候要遵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这个说的就是程序 好 这是第一个考点 然后第二个是成本控制的方法 而在控制的方法这里面我们要讲一个计算题 这个计算题呢是每年必考的 叫赢得之法 要求大家必须要重点去掌握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详细内容先说第一个 第一个是成本控制的依据和程序 我们先来看一下成本控制的依据 关于这个依据呢 它一共依据了五个内容 而对于这五个 它一般情况下会考多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合同文件 我在之前给大家讲课的时候就提到过 我说整本书它一共包括了20多个依据 而对于这么多的依据 95%以上它都会依据到合同文件 你看它这里是不是也有合同文件呀 这要注意 然后第二个还要依据到成本计划 这个成本计划呢 就是我在控制之前 我必须先要去编计划的吧 而这个计划编制完了之后 它是要指导接下来控制的吧 指导时工 指导实践的吧 所以你在控制的时候 必然要依据到你前面做的计划 来看看你前面做的计划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这个成本计划 它是成本控制的依据 那说到这儿 大家可以记这么一个结论 成本计划是成本控制的依据 到第三章 进度计划 它也是进度控制的依据 到第四章质量计划 它也是质量控制的依据 所以所有的计划 它都是控制的依据 这个作为一个小的结论 我们去记住它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进度报告 在这里要注意 这个进度报告里面 它不仅能够反映出 我这段时间完成了多少工程量 它还要反映出 你要给我多少进度款 就是钱 它能涉及到钱的问题 那么只要你涉及到了钱 我对于成本进行控制的时候呢 就要考虑考虑你 所以成本控制的依据 还有进度报告 然后第四 工程变更和索赔资料 如果说我们这个工程 它有了变更 或者有了索赔的话 那么它很有可能 对于整个工程的费用 造成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们对于成本 进行控制的时候 还要去看一下 它的变更和索赔的一些资料 或情况 然后第五个呢 就是各种资源的市场信息 什么是市场信息啊 就是市场价呀 市场价 我们对于成本 想要进行很好的控制 你必须要去了解市场价 看看市场行情是怎么样的吧 我不能说我闭关 我自己随便控制 那做不到 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市场价的 好 这个就是成本控制的依据 一共包括五个 有这个合同文件 还有成本计划 有进度报告 变更和索赔资料 还有市场价 这个要求大家备注 好 这是关于成本控制的依据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成本控制的程序 我们把二者全部讲完了之后呢 再整体去看一下考点清单 还有涉及到的经验题目 这个成本控制的程序 其实它本质上 还是动态控制原理的内容 动态控制原理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在第一章第八节讲到的 动态控制 就是当发现有了偏差之后 我们要采取措施去纠偏 所以在这里 这个成本控制 它的本质上 其实强调的还是动态控制原理 只不过呢 在这里 它给我们分成了两个小的内容 分别来说的 一个是管理行为控制 它的一个程序 还有呢 是指标控制的程序 好 那么对于他们二者 我们分别来说 首先第一个是 行为控制 大家考虑一下 谁才能够有行为啊 是不是人才能有行为啊 所以行为控制呢 就是对于人的行为进行控制 人的行为进行控制 而这个指标控制呢 注意 这个指标呢 其实是在我们真正的干活之前 我们先拟定好的一些指标 而你事先拟定好的这些指标 我们想要在整个工程建设的过程当中 让这些指标得以实现 所以这里又有了一个指标控制 就是我们要去实现 事先定好的那些指标 而他们二者什么关系呢 首先 行为控制是基础 如果说我对于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控制得很好的话 那么他就能够有助于指标的实现 所以行为控制是基础 那么指标控制是重点 因为最终我们要实现 你事先设定好的那些指标 我们要去实现这些指标 所以指标控制是重点 并且他们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我们来看行为能够保证指标 如果对于每个人的行为控制的都很好的话 就能够有利于或有助于 或者是能够保证指标得以实现 然后反过来呢 我通过对于指标进行控制 也能够去考核 看看你对于前面行为控制的情况如何 所以他们二者是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的关系 并不是完全独立的 在这里呢 要求大家把他们二者的一个关系 必须要清楚 谁是基础 谁是重点 要知道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理念到底是怎么去控制的 看看他们二者的一个程序 控制的程序 先说第一个 行为控制 其实刚刚我说了 他们两个其实本质上还是动态控制原理 但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太一样 看第一个 行为控制的第一步 他先建立成本管理体系的评审组织和评审程序 他先建立了这么一个评审组织和评审程序 然后第二步呢 建立成本管理体系运行的评审组织和评审程序 这是建立评审组织评审程序 建立他运行的评审组织评审程序 这两个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准备工作 先准备好准备工作 然后接下来是目标考核 定期检查 如果检查的时候发现有偏差 我们要制定对策 纠正偏差 而这个 这几步 他说的是不是就是动态控制原理的内容 对吧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指标控制程序 第一步 先确定成本管理的分层次目标 什么叫做分层次目标啊 这个分层次目标 就是要把大的目标分解得到小的目标啊 这个就是要得到计划值吧 分解目标得计划值啊 然后 采集成本数据 监测成本形成的过程 采集成本数据 这不就是收集实际值吗 第一步呢 是分解目标的计划值 第二步呢 是收集实际值 然后二者对比 找出偏差 分析什么原因 然后根据原因制定对策 纠正偏差 你看 这是不是还是动态控制原理的内容 对吧 然后最后一个调整改进成本管理的方法 让成本管理的方法啊 成本管理的方法 让它变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最终实现目标 好 所以刚刚我提到 他们二者本质上还是动态控制原理内容 如果说关于这个内容 你实在背不下来 怎么办 考试如果真的考到 而且考到排序体的话 你不要着急 我们直接用动态控制原理的流程去排序 肯定没有问题 好 然后刚刚我们在这里提到了成本管理体系啊 成本管理体系 在这里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看一下啊 成本管理体系 大家想一想 这个成本管理是不是你们施工单位 你们自己内部的事啊 是不是我们内部的事 所以整个成本管理体系 它是不需要别人进行认证的 它是需要你们内部自己去监督的 监督你们自己 它的一个执行的过程 所以它是不需要得到第三方的认证 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结论 在我们整本书 它包括很多的管理体系 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了成本管理体系 这是在第二章提到了一个成本管理体系 到第四章 还涉及到质量管理体系 而这个质量管理体系包括企业层面 还有项目层面的 然后到第五章 还会涉及到职业健康安全 还有环境管理体系 大家要注意 对于这么多的管理体系里面 唯一的一个需要得到第三方认证的 就是企业层面的质量管理体系 只有企业层面的质量管理体系 它才是需要得到第三方去认证的 别人都不需要 所以在这里一定要注意 在这里我们提到的成本管理体系 它是不需要得到第三方认证的 唯一的一个需要得到第三方认证的 就是企业层面质量管理体系 只有它才需要得到第三方认证 好 那关于成本控制的依据和成本控制的程序 我们就说完了 接下来来看一下考点清单 第一个 成本控制的依据包括五个内容 有合同文件 有工程变更和索赔资料 有各种资源市场信息 就是市场价呀 除了这三个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你事先编制的成本计划 这个也是成本控制的依据 还有呢 进度报告 进度报告 它不仅能够反映 我已经完成了多少工程量 它还要反映 你要给我多少进度款 所以它也是成本控制的依据 好 一共有这么五个 然后看第二个 管理行为控制和指标控制 哪个是基础 哪个是重点呀 基础是对于人的行为进行控制 这个是基础 重点呢 指标 因为我们最终要保证那些指标得以实现 所以指标控制是重点 二者是相互独立的吗 不是 它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 相辅相成 相得一张 第三个 成本管理体系需要得到公正 第三方进行认证吗 不需要对于成本进行管理 这是你们企业内部的事 你成本花多花少 别人不会管理 这是你们内部的事 所以它不需要得到第三方的认证 唯一的一个需要得到第三方认证的是 企业层面质量管理体系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题目 第一个 成本控制的主要依据包括五个 有合同文件 这个是绝大多数的依据里面都会涉及到的 是合同文件 还有就是成本计划 你事先制定的这个计划 它是要指导接下来控制的 所以你控制的时候要依据成本计划 有没有提到施工图预算呀 没有啊 这个没有 进度报告呢 它是有的 因为进度报告 它不仅要反映出已经完成了多少工程量 还要反映出你要给我多少进度款 所以这个是有的 变更资料也是有 变更啊 索赔啊 这些都有 因为有了变更有了索赔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项目成本的一个花销 所以对于成本性控制的时候呢 我们还得考虑变更资料 好 那么除了这几个之外 还有谁啊 还有一个各种资源的市场信息吧 市场信息啊 变更资料和索赔资料 好 所以这道题只有C不对 选择ABD 看第二题 关于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的说法 正确的是 看A 施工成本管理体系 是不是要有社会有关组织进行评审认证 不需要 成本管理控制钱 这是你们企业内部的事 别人不会管的啊 A不对 看B 行为控制程序是进行成本控制的重点吗 我们对于每一个人的行为控制都很好的话 就有助于指标的实现 所以行为控制是基础 那么谁是重点呀 指标控制才是重点的吧 第三 施工成本控制分为事先控制 过程控制 还有事后控制 这个是对的 这句话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给大家说到过 这个事先控制 就是我在干活之前我要去控制 比如说我现在要去编成本计划 这个成本计划呀 明确不同人员的职责呀 这个都属于事先或者叫事前控制 而过程控制呢 就是事中 我在干活的过程当中我要去控制 控制我这个成本不要花钞 最后一个是事后的控制 事后的控制呢 就是 比如说这一部分分不分享工程 我全部完工了 然后我要总结这段期间的经验教训 为接下来的工作呢 提供一个指导提供一个很好的建议 这个就可以理解为是事后的控制 然后第四个 行为控制和指标控制是相互独立的错 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所以这到底正确的案选择的是C选项 看一下第三题 项目成本指标控制的工作包括这么多 很明显它是让我们去排序呢 大家要注意 指标控制它还是动态控制原理内容 那么我们按照动态控制原理把它排排序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个先要确定分层次目标 就是我要把大的目标分解得到计划值 然后采集成本数据 监测它形成的过程 这就是收集实际值 然后找出偏差 二者对比找偏差分析原因 根据原因制定对策纠正偏差 所以是4132 4132选A